接上回继续讲衰老的话题 当说到人类大幅延长生命或者永生时 很多人都会对永生的危害侃侃而谈 例如资源酷简 道德人类崩溃 观念权力和认知无法更迭 社会发展停滞 说永生是永恒的痛苦 如果富人先获得永不衰老的能力 生死在人类面前也就不平等了 这多可怕 社会不得打翻天了 其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现阶段的认知和社会共识 都不适应人类的永生 但是有这些问题 人类就不会朝着永生这个方向发展了吗 当一个人的身体开始衰老的时候 有一个技术可以让他保持年轻活力 他会因为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 而放弃这个机会吗 当一个病入高荒 风烛残年的老人 突然有了恢复健康的机会 他会放弃吗 当一个永生的机会出现在你面前 必然的死亡和永生的可能 你会怎么选 那别人会怎么选 全社会又会走向什么方向 社会是在发展 但并不是一定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与其说是发展 不如说是变化 就像生物演化这个词代替了生物进化一样 如果出现了逆转衰老的技术 汹涌爆发的社会需求 会让这个技术迅速齐卷市场 无论它会造成什么社会危害 就算政府禁止它 这项技术也已经是客观存在的了 禁止它 政府就是直接剥夺了很多病人的生命权 就算政府因此变成独裁政府 强行禁止 那它也会在地下黑市迅速扩散 直到政府无法控制它 就像现在的烟酒市场一样 美国曾经想敬酒 结果养出了最大的黑社会 敬酒令被迫撤销 政府只能顺应社会需求去做事 而无法违抗 所以只要在科学原理上 人不是Facebook 就会有科学家前赴后继投入研究 市场有强烈的需求 科学家作为一个人 也有强烈的需求 研究出现突破以后 永生技术就会不可避免的走进市场 无论人们预测 它会将社会毁灭成什么样子 通过最近查阅的资料和与顶尖学者交流的体会 我发现人类很可能已经走到了永生技术突破的前夕 上期也说了 我们身体内的衰老机制已经被发现 那么接下来科学家都做什么了 还有如果永生真的实现了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这期视频我准备把这个话题完结 上期视频的学习成果就是初步得知了人类最主要的衰老机制 这个机制有不可抗拒的外在环境因素 也有我们基因的顺势而为的内在因素 外在因素是环境对细胞造成的不可避免的伤害 以及生物所处的环境中生存资源的有限性 内在因素是细胞内的自我修复能力被基因和表观遗传控制 青少年时期修复机制全力运作 但是过了生育和养育后代的年龄 也就是大约40岁之后 体内的修复蛋白开始减少或者失效 兼具修复细胞和控制基因两种功能的修复蛋白 因为过多的修复任务迷路了 无法回到原来控制基因表达的岗位 导致上期主要传授的生命回路被破坏 基因开始胡乱表达 此时相关的修复蛋白却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功能限制 看起来就像细胞开始放任环境对自己的伤害 不再全力修复 我们就这样开始衰老身体变弱 直到各种疾病将我们带走 但是在我们衰老的时候 我们每个细胞里的基因所蕴含的遗传信息都没变 也就是表达修复蛋白的基因一直都在且没有减少 只是它好像是被关闭了或者说关小了 所以科学家就开始想办法把它再次激活 上期说了几个延年益寿的方法 卡洛里限制 适当低温 以及适当运动 它们的原理就是给身体一定的压力 但这种压力的程度不能损害身体 热量限制 身体会认为当前的环境可能实物匮乏 低温说明当前环境气候恶劣 超过正常的运动量说明环境可能有危险 这一切都给身体一个信号 现在不适合繁衍下一代 检测到这些压力以后 身体就会在生存与繁衍的抉择中偏向生存模式 因为当前不适合繁衍 那就让个体的生命力增强 增加存活几率 因为基因觉得不能让它走了 它的繁衍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但是上述挨饿受动累人的方法 没人愿意尝试吧 吃饭吃个七分饱 东勇 跑步 爬山 这些活动要不是现在朋友圈能打卡 根本就没人会去做 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应该都是打完卡 该吃吃该喝喝吧 为了长寿那么几年 真的要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活得不太爽吗 注意这些方法并不是三天两头来一下就可以见效 而是需要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才会有效 就连卡路里限制实验中的人竞最大努力 也只做到了12%的热量限制 而理论上的实验目标应该是30% 但是就这受试者都表示太受罪了 而且这里说的受动挨饿肺 就是要在不伤害身体的前提下 但是这个度因人而异 我们也没办法精确的知道我们是否完成目标了 饿过头了 运动过量了 或者组织动坏死了 不说长寿了 可能直接又把人带走了 那这确实何必呢 不过既然原理是给身体营造环境压力的信息 那我们就要看看这个信息在体内是如何产生的 了解清楚以后直接给身体内加入这种信息不就可以了 这个辛克莱尔的团队确实发现了很多方法 在治疗糖尿病的过程中 很多药物都可以降低血糖 其中二甲双瓜通过减少肝脏产生的葡萄糖 以及促进肌肉吸收葡萄糖来实现降血糖的目的 也是一种相当便宜的药物 但就在科学家用小鼠研究这个药的药性的时候 一次偶然的记录发现实验对照组的一群正常小鼠 服用低剂量的二甲双瓜竟然让整体寿命延长了6% 后来又发现了本来有望抑制器官移植排异反应的免疫抑制剂 帕莱梅素 抑制免疫反应的同时也延长了酵母菌和小鼠的寿命 后来又发现了类似的白黎卤醇 这些分子都可以在身体里模拟热量限制 以及室温和运动带来的身体压力信号 也就是我们真的可以通过药物制造这些压力信息 而不用身体力行的去承受这些压力 可以让身体偏向生存模式而让集体更加健康长寿 不过研究这个的时候 无论是哪种方法 科学家都只是在线线上发现了方法和结果的对应关系 在酵母菌和实验署身上产生的效果也并不完全有效 而且每种方法的作用同样有一个极限 而永生需要的是细胞无限的修复能力 这背后的原理我们并没有看清楚 颜弦胺线飘零二合干酸 简称NAD 它非常容易与氢离子结合变成NADH 同时反应可逆 所以NAD的作用就是给细胞里各种反应传递氢离子 也就是质子 借此它可以给细胞中的各种反应提供支持 用于代谢构建新的细胞 并在细胞内也就是细胞器之间发送信号 也是线离体将食物转化成能量的必要原料 更重要的是它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各种修复蛋白的活动燃料 更多的NAD可以让各种修复蛋白更快的完成修复任务 然后就能更容易的回到原来的岗位 修复蛋白的修复损伤 然后回到原来工作岗位的过程中 必须NAD化学反应提供的氢 以及各种NAD的支持功能 比较重要的像去移险酶 基因已鲜化会导致该沉没的基因胡乱表达 去掉移险基就能让不该表达的基因沉没 而去移险酶就是利用NAD作为工具 将DNA上的移险基扣下来 所以NAD的多少就决定了身体修复损伤的效率 NAD对生命至关重要 没有NAD人将在几秒内死亡 在辛克莱尔的团队研究之初 人们认为这个NAD在细胞内的功能过于重要 身体里所有细胞要完成功能 几乎全部需要NAD的帮助 所以最初科学家认为 人们似乎不应该在人体里干扰它 但是不干扰 那人就得继续按照自然选择设定好的程序生老病死 刚才讲的给身体适当增加压力 或者用药物模拟卡路里限制的方法 实际上都是激发了细胞内NAD产量的增加 从而增强细胞的代谢以及修复能力 当然人体内重要的元素含有很多 类似酸磷酸腺肝以及各种维生素 没了这些元素人照样活不了 但是NAD与这些元素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其他生命元素的增加与减少 是受身体机能和营养摄入决定的 这个可以类比于一个工厂 身体机能是流水线的生产能力 营养摄入是上游原材料的供应 工厂的目的是产量最大化 但是生产NAD的这个工厂 在受到产能和原材料的限制之余 还受到一个可怕抑制的控制 影响这个可怕抑制的不是资源 而是信号 饥饿 肌肉疲劳以及寒冷 被神经系统感受到之后 释放的信息因子会加速NAD的生产 而身体出现个别细胞坏死 问题细胞释放信息因子 招来免疫细胞吞噬自己的时候 这个招来免疫细胞的因子 同样会被周围每个细胞里的 NAD工厂的抑制接收到 这个信号是减少NAD生产的信号 背后的逻辑就是 如果受到不可哄的环境影响 坏死的细胞变多了 那说明这副身体 可能要消耗更多的能量 来修复自己了 它接下来可能挤占 更多后代的生存资源 也就是当免疫系统 在全力处理坏死细胞的同时 身体里通过逐渐减少 NAD生产的自毁系统 也悄悄启动了 同时这个自毁系统 可能也受到细胞内甲基化 所标记的年龄因素的影响 随着年龄增加 尤其是人过了40岁之后 身体里NAD的含量开始逐年下降 这里的原因是 受极个别坏死细胞 以及身体年龄标记的影响 基因下调了NAD的产量 但这又进一步导致了 与NAD相关的细胞内 各种功能受到限制 而细胞功能受限 就会出现更多的损伤 细胞的损伤增加 又导致NAD的消耗量增大 这样需要NAD的功能进一步受限 导致更多的细胞损伤 也会出现更多的坏死细胞 恶性循环 刚才说了 如果人体内没了NAD 那么人将在几秒内死亡 这么说来 细胞内NAD逐渐减少的过程 就是体细胞逐渐失能的过程 细胞功能的丧失 导致各种干细胞端力不能修补 也不能正常调用VC来消除自由基 本该沉默的基因 被它上面积累的疑险基激活 细胞原有的选择性表达紊乱 基因开始胡乱表达 这都是因为这些生命活动的原料 NAD不再充分提供了 然后我们患各种疾病的概率增大 这就是我们衰老直到死亡的过程 NAD 烟纤胭线飘零二合肝酸 虽然只是个小分子 但细胞的细胞膜却禁止NAD通过 也就是我们不能直接吸收外来NAD为基所用 只能在可怕抑制的控制下自己生产 长寿的所有方法最终都是要让这个可怕抑制 自己合成NAD 这似乎是人体有意垄断了对NAD的控制 不让外界干扰衰老过程 NAD增产和减产机制就是无情的自然选择 对生命力的冷酷控制手段 让我们成为遗传信息的一次性载体 可能关于这个NAD 大多数人包括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但它就是最近才揭露出来的 自然意志对生死的控制手段 虽说科学带来力量 知识让人力更强大 但知道这个知识 也就是大自然控制生死的手段 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三期科学部分的知识 巨栏自大卫辛克莱尔的这本书 以及与这个爱看报的克里斯博士的讨论 这位同学是老番茄的高中以及大学同学 现在正在抗癌领域攻读博士 还在辛克莱尔领导的 哈佛医学院抗癌实验室工作过几年 这是他发来的与辛克莱尔的近兆 这个大卫辛克莱尔本人 也就是抗衰老领域的领头者 2014年被时代杂志评选为 全球最具影响力百大人物 今年已经52岁了 但他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 一直在保持最健康的生活习惯 同时他也一直在坚持服用各种NAD的制造原料 也就是各种NAD的前提 意图通过增加反应物 逼迫制造NAD的反应在最大程度上进行 所以大家通过这样的照片也应该能感受到 他确实不像一个52岁的中老年人 毕竟西方人在我们的主观感觉上 确实还显老一些 他曾经给福克斯新闻的记者 透露自己的古灵策出来是30岁 但是这些NAD前提 还没有在人体上实验出绝对的效果 将NAD前提作为补充剂的研究 还远没有完成临床测试 只是在实验署和猴子上实验确认有效 国内现在也是完全不认可的 这些补充剂到底有没有效果 服用后有没有副作用 还完全不知 但是这个仅仅是延年益寿的可能性 已经让它的市场开始爆发 各种相关的补充剂 已经作为保健品被大量购买 当然其价格不菲 相关的产品还只是在少数的 有这个经济能力的消费人群中爆发 而且他们当然也不希望这个市场变得更大推高价格 所以我们普通人还并不了解这些产品 至于这些前提是什么 我这里就不说了 避开推销嫌疑 而且我也要强调 这些产品不被国内的医疗保健机构认可 国内的公司生产销售相关产品还属于违法行为 但是正如视频开头所说 尽管花大价钱购买的也只是一个长寿的可能性 人类对于永生的欲望却开始了汹涌的爆发 甚至最悉病的富人也愿意承受未知副作用的风险 其实NAD的控制权还牢牢的掌握在我们的基因手里 我们的药片只能有限度的影响它 而不能完全控制它 其影响也就是增加20%左右的寿命 而且还是在老鼠身上 所谓的永生依然没有希望 长寿几年或者十几年与永生完全是两个概念 我们发现了衰老的开关 但这个开关却被身体牢牢锁住 不让人们接触 所以接下来就只能是想象的内容了 也许有一天 人类的科学家真的打开了这把锁 人类可以无限量的向身体里诸入NAD了 控制了这个开关 接下来会怎样 想象一下 你以后是家里的顶梁柱 你和妻子孩子都在药物和健康生活的指导下 活到了上百岁 但此时 你们遇到了自然寿命的上限 你们家的钱只够让一个人补充细胞修复物质 继续年轻了 这时候你要怎么抉择 这个钱要给谁买寿命 很可能此时的爱情亲情会在瞬间风崩离析 因为这些感情本来就是在为养育下一代 才在生物演化过程中出现的 而如今我们自己就有机会永生 求生欲会让人性变成兽性 这样的抉择摆在你面前 你会如何选择 当然也有可能那时候家庭的概念早就消失了 从现在90后的结婚率和离婚率来看 百年之后 人可能都是完全独立的个体 孩子在未来由社会完全抚养 更遥远的未来 孩子不需要父母 是从工厂的培养机里生产出来的 我们常说人类的赞格就是勇气的赞格 但是勇气又源于什么呢 是社会认同 人固有意思 身体不能长存 那人们就会追求所谓的精神长存 奉献社会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即使我们做不到 但也会由衷敬佩这种精神 然而 当人类有机会永生之后 奉献的勇气还会存在吗 万事之工业 不如我自己万年的青春 不奢求还有人会在灾难中挺身而出 就连这样的奉献精神可能也会被人们所不屑 那么 民族认同和集体主义精神就会彻底死掉 我们现在造就的精神文化价值观 可能在生死的不平等面前瞬间崩塌 爱死集第二集里面有一集 就是人类已经普遍掌握了永生技术 但是如果人类永生的同时还继续有新生而降生 那无疑社会的资源就越来越不够用了 所以那时社会里警察的首要职责 就是搜索并杀掉非法出生的孩子 孩子在那样的社会里 从现在可爱的希望 变成了非法的要除掉的恶魔 那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就真的面目全非了 但是即使你知道永生的这些细思极恐的问题 机会放到你个人面前 你会如何 说实话 我做这期视频也是想看看自己有没有永生的可能 估计我们每个人希望的不是人类永生 而是自己和自己身边亲密的人永生 自己完全不认识的人还是正常生老病死吧 这样的社会就还是我们熟悉的且能适应的样子 但你自己也是几十亿人眼中不认识的人 如果最后永生的不是你 而是和你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 你会是什么感受 人类世界也因此必将经历一段可怕的时期 有的人总是想说 可以通过将意识上传的网络世界获得永生 和基因只保留遗传信息一样 我们也可以把意识变成信息 突破肉体保留下来 但这个感觉是把自己的思维和记忆 读取成数字信号 然后复制到电脑和网上 那么作为个人的主观感受 就只是看到了一个根据自己创造的软件而已 其实和自己的永生没啥关系 自己最后的主观感受还是自己死了 这里其实是缺乏一个连续性 这样想 我们先用一个二极管 代替一个大脑的突出链接 这时候 这个人应该没事 然后再换下一个 就这样一个一个的换 直到把这万亿级别的大脑突出全部换完 这样主观意识似乎也一直没有中断 这好像确实是一个可行的思络 但这又要等多久 我们需要踏上永生的第一个阶梯 用医学延长肉体生命 至少要延长到冬眠技术能够普及 在老化不可逆转时 直接冬眠到上述意识上传技术 真的实现了时代 一步步阶梯将人类推向永生 再后面 当整个宇宙出现质子衰变和热计状态时 如何永生 已经触及现代人想象力的极限了 以上包括之前两期节目 都是对当前抗衰老知识的展现 以及由此推演出了社会演化结果的思考 因为人类个体的利益与集体的利益并不一致 所以通向永生的进程可能无法做到 列出可能性 然后做好心理准备 其实身体意识上的准备 大自然也早就为我们做了一些了 通过学习官的视频 我们知道人之所以没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是因为思想观念 同样需要在人的生命周期里得以演化 人的意识是通过观察学习环境中的对应关系 获得知识与生存能力的 不常见的 或者说之前常见 现在不常见的现象和对应关系 在当前多半就是错误的 比如大学辍学和成为亿万富翁的对应关系 没有经济实力 仅用一颗表现出来的真心 与获得爱情的对应关系 这些现象不常见到 大脑就会逐渐忘却 留在脑子里的都是常见的规律 因为常见的规律是正确规律的概率大 这也是生物不通过自然选择优胜略态 主动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老人为什么固执 是因为衰老导致自己的学习能力和认知能力都变差了 所以才会更坚持自己原有的认知 但如果人一直是年轻有活力的状态 未来对他来说依然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 那他同样也会与时俱进 这就是意识对抗基因与自然选择的方式 所以永生导致社会认知固化的现象 我觉得可以避免 社会不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也不是在向坏的方向发展 它只是在变化 没有什么无法接受 做好心理准备 积极应对变化就好 无论环境变成什么样子 坦然接受 努力适应就对了 就像资本的唯一道德标准是盈利一样 生命的唯一道德标准是适应环境 感谢观看